大家好,今天是9月27号 明天还剩节前升级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 但是预计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大概率就是八成长过节了 大概率啊 也挺好啊 长假期间可能会有很多的消息的出台 但它不是交易的根本 我们就笨着一个原则 是吧 用理性客观的态度来判断目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交易 然后呢 坚决执行它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不用管消息面上的变化 我们每一次长假从来都没有因为长假而改变原有的交易计划 没有 长假就当它没有 就当它没有 也不用多想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敌不去 然后呢就吃骨带涨就完了 好吧 吃骨带涨就完了 趋势不会永不终结的 趋势一定会被突破 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在哪个地方最容易被突破的问题 没有太多的 其他的那种情况 好 回落 收了一边上影线 在上影线的小阳线 那么跟昨天的收换价格变化不大 所以呢 策略上也变化不大 要么等趋势突破 要么等向下形成底部的结构 这两种 这两种之外呢 都不需要考虑 都不需要考虑 目前呢 距离趋势突破的 概率更大 因为在空间上 距离趋势突破 差不多需要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就能够突破 向下呢 第三分之二 如果是一个的话 所以空间上 向上突破的优势更大 而且趋势还在下移 大家看这个趋势啊 它在不断的下移 对吧 不断的下移 如果趋势下移的这个情况下 市场横在这 距离趋势突破的 空间也会越来越小 所以目前来看呢 趋势突破的概率 要大约 结构形成的概率 好吧 然后这就是 这么长时间了 是吧 只有一根绿角线 都是红角线 好 深层指 深层指的涨幅呢 要比上次指数略大 创业板的涨幅 是这三个指数当中 是最大的 略大 然后呢 这个端画 也没有 这个结构呢 也没有失效 结构也没有失效 今天出红角线啊 还没席地翻红 这地方是有红角线 所以深层指呢 这个结构 还是在 有效的过程中 其他的也都是有效的 就是已经形成 结构的指数 都是在有效的过程中 所以呢 也没有什么变化 也没有什么变化 快板指数 快板指数呢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是创了这波反弹的新高 创了这波反弹的新高 下午的时候 也是收了长相线 这个长上一下 长上一线之后呢 这个阳线的幅度 在三个指数当中 是最高的 在三个指数当中 是最高的 操作上也没什么 太大的变化 结构形成之后 就是等的 结构就是为了 辅助和服务于趋势的 我们之前买了 两层藏也好 结构形成之后 买了两层藏也好 如果不能够突破趋势 买入则没有意义 你们能理解吧 买入没有意义 就等趋势的突破了 而且趋势一定会被突破 什么时候都是趋势 都是这样的 是吧 格兰威尔发达发得 我们讲过趋势 你可以把长期趋势件 看作是趋势 对吧 向下 持育的时间多了 这必然上升 上升的时间多了 这必然下降 价格不会远离趋势 价格不会远离趋势 它一定会把趋势进行 用时间的范围之内进行纠正 因此呢 结后突破趋势是大概率啊 但是呢 我们交易要有标准 等趋势突破的时候 加仓才是符合标准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等了 结前呢 预计没有什么操作 明天 因为即便趋势突破 也是明天收盘了是吧 明天收盘的时候 你结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操作 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 所以呢 结前呢 打加油了 是吧 这昨天说了 今天和明天没有操作 打加油 但是呢 客户招假 坚持到最后 一半道 是吧 站好最后一半道 当然我是说我啊 你没有事 可以该忙上忙上去 明天也不重要 明天也不重要 马上10月了 时间过得真快 可不吗 今年四个季度 明天过完就去上 是吧 最后一个季度 听客人数 大幅降低 平常的80% 现在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 提前旅游去 可以 我觉得问题不大 可以走 可以走 我不让大家走 那是对吧 那是确实行情很重要 我们确实涉及到交易 而且咱们都是提前说 咱们不事后诸葛 第二个呢 说交易就交易 咱也不存在 莫棱两可 那么说不交易呢 就不交易 是吧 买入之前的那四周 是吧 春节之后的那 一个半月 两个月 是吧 他们就一直说 不交易 不交易 都给提前说 都给大家准备个机会 股市再不涨 没有时间了 你这话说的 我跟你说 股市能比你活得长 我认为是这样的 中国股市能比你活得长 是吧 其实呢 中国股市已经比你活得长 因为在 咱们什么时候 有就有股票了 想想啊 蒋介石 那时候就有了 民国时期就有了 就有股票了 第一个股票是赵上局 是不是赵上局啊 中国的第一只股票 我忘记了 你们有理解 有了解的吗 很早以前就有股票了 李鸿章那时候就有股票了 哇 这我咕噜咕噜了呀 厉害厉害啊 那英国那个时候 这个有股票 叫做什么 东印度公司是吧 东印度公司 然后呢 你像这个 这个 这个股市 现在目前的市值 是吧 占到GDP的 80%多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它不仅会活下去 还会活得好好的 好吧 日经 其实有一阵子 我都认为 日经可能没希望了 因为日经呢 它这个长年的下跌 但是后来也创了新高 日经指数啊 你看看日经指数的 周线和月线 你就会知道 日经指数的周线和月线 所以呢 这个不用操这个股市的心啊 股市好着了 你点儿去 根本就不是什么ICU 危病重人啊 人好着了 今年不咋就没有时间 那就等明年呗 就今年不咋 你能把他咋地啊 是不是 你能把他咋地啊 今年不咋 你就去抛弃了他 明年部长等后年 这就是较劲吗 是不是 我们说跌了一个五浪的下跌 现在160天 我说这个地方 这个从时间空间 时间是因为3333333 空间是因为123求4 估值是因为现在目前在最近五年 估值的市净率的百分比是最低 重要不是次底是最低 好吧 历史百分比现在目前是百分之四 我把所有的理由都告诉你 愿不愿意买你自己定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叫那个进台那个干嘛 对不对 没意义啊 结构现在也有 现在目前就差趋势突破了 距离趋势突破只有 差不多百分之1.5吧 涨百分之1.5 趋势就突破了 很难吗 搞不好明天就突破了 是吧 很难吗 李家超 股市的蓬勃发展对巩固香港 股息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竞争力 有重要做 这个 对港股吧 这港股呢 对吧 毕竟没有广大的 二亿股民的支持是吧 人口 人口基数在那儿受限 那港股呢 它的 活跃性不高 情有可原啊 情有可原 就是投资者群众小嘛 我们这个群众基础多大呀 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 目前的流动性的 港股的问题不太好解决 不是你说一声就能解决的 A股的流动性小 你比方说像这个 本周创了 不到7000亿是吧 不到7000亿的年内新的 那可是7000亿啊 那你们知道吗 这个在过去A股的历史上 人口还是这些人口 但是呢 全天成交80亿 80亿 现在是6000多亿 将近7000亿 那涨了多少 对吧 股市还是有大发展的 所以我们的基础在这儿啊 投资的群体基础在这儿 不涨是因为不涨嘛 涨了之后 它那个成员还会再继续放大 但是香港股市呢 不太容易 几点原因啊 我分析几点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投资的群体稀少 人数不够 除非方海 我们这边可以买港股 但是目前来看呢 方海的概率不大 这是第一个 人数不够 第二个呢 就是目前的情况比较严重 你像这个香港一共多少只股票 3600只吧 900只零成就 这什么玩意儿 零成就 没有成就 就是1万港币以下 都就算是接近于零成就吧 900只零成就 4分之1是吧 零成就 然后60%成就在10万港币以内 10万是吧 你买10万那价 超过60%的股票 这个比较严重 咱们的A股呢 有的是成交的比较稀少 但是呢流动性还好 北交所的流动性呢 就一般 所以说北交所的流动性呢 我也提示过咱们的学员 我说流动性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因此呢 就不建议大家去操作交易 这个北交所的股票 最大的问题就是流动性问题 港股的问题 现在目前来看呢 也是流动性的问题 流动性的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A股呢 到现在为止 流动性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吧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港股有时候 对吧 就太太 太流氓了 我感觉有部分个股 那你看那个个股走势呢 对吧 这个走势一看就是资金互盘 或资金操纵 每天漫游 走的可不正常了 然后呢 涨到高 也不见哪天 一根线跌下来 全部的利润全没有 你比方涨了几个月 都没有 一根线跌下来 走势特别不正常 走势特别不正常 腾讯应该是涨股率 市值最高的 但是它的成交也很稀少 腾讯啊 这个美国的那个市值最高 特斯拉差了差不多 差了差不多 差几十倍 成交金额 所以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然后呢 就是说 刚才我说的那个 这有时候会缩股 价格少了之后 几分钱几毛钱 15并一股 缩股 是吧 然后继续炒 然后跌下来之后再并 还有的呢 就是这个 往上炒 炒高了之后 然后一天打下来 那总是都看了 就是拉眼睛 你们能够说的意思吗 拉眼睛 就这事你不管 那不 你知道那个 最近的那个鲁大师 那事你不管 谁还敢玩啊 没成交 零成交就对了呀 但你说鲁大师 这样的股票也挺有意思 市值两亿人民币 还是两亿港币啊 市值两个亿 现金四个亿 公司持有现金四个亿 适应率还五倍 所以如果 我原来跟他说过 有这样的上市公司 你们还记得吗 我记得当时说 这个微小李的事 我说 未来 小鹏 理想 第三个造车新势力 我最看好理想 我说这个美股的逻辑嘛 跟我们的逻辑呢 有一样的地方 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呢 投资要回归常识 我说 卖的车的数量差不多 是吧 一个亏了 四十来个亿 一个亏了 我忘了当时是多少个亿啊 应该是一个亏了六十多个亿 一个亏了四十多个亿 一个亏了 不到一个亿 是吧 或者不到两个亿 那 那 那从 从抗风险能力的角度来讲 那理想当时是最好的 然后呢 我还说 我说这个 这个 因为美股是可以做多和做空的嘛 我说 那我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做多理想 然后做空小鹏 当时他俩的事实 小鹏还比理想要多一点 现在 这个 小鹏将未来的事实加起来 不如理想的三分之二 加起来的事实 所以这个 就是最基本的 投资的 常识的判断 但是我 A股是不点评个股的 A股的逻辑 有时候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就去 去年 今天上半年是吧 就说了 就说过 一直在也没点名 一只银行股 我当时说 打几折 当时 打38折 4折 我忘了 试净率 试净率 试净率打了很低的折扣 就是 就跟那个 这个 差不多在多 我刚才说的意思 试净率打了很低的折扣 就是10块钱的东西 现在卖4块钱 那4块钱 但是他如果是个亏损的公司 这个是不好说的 因为如果亏损的公司 每年亏两块的话 你说那10块钱 亏个三年 不就剩4块了吗 但是他还是个盈利的公司 试净率也很低 试净率又打了4折 虽然我没有点名 36折是吧 我没有点名 那个股票叫什么名 但是今年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我当时还说 我说美股有这个市值 是比方说10亿 但是公司持有20亿美金的现金 就这样的公司 上市公司 那去港股 鲁大师不就这样了 市值2亿 公司持有4亿现金 4亿现金是吧 其他都不算 4亿现金 而且试净率还很低 就他是个盈利的公司 可是呢 注意啊 这个 如果他在A5市场里 流动性特别好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但是在流动性不好的 这个市场里 这就不好说 不好说 好吧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呢 就是投资要回归 最基础的逻辑 这个以前我们很少谈到 这个估值 但是呢 这个估值的历史百分位 还是挺重要的 以史为鉴 可以执行衰 我们其实做了 我们只是没有做 这个上证指数 就六大指数的历史百分位 我们做了那个 行业的历史百分位 行业数据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做了行业的历史百分位 历史 行业数据吧 不算历史百分位吧 好吧 做了行业数据 那么这些呢 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基础的逻辑 这个逻辑呢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说历史百分位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现在目前的估值 在历史全部的月份里 只有百分之四 低于现在的估值 而你去研究那百分之四之后 百分之四之后 全是大涨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那百分之四出现了之后 市场都是大涨 都是大行情 小行情咱就不说了 是吧 都是大行情 那么它跌到了历史的 最低的这个位置 估值啊 虽然是价格不是最低 但是随着经济的运行 货币的超发 经济的增长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增加 人民币的贬值 是吧 这些综合的因素加在一起 虽然说下载价格不是最低 可是它的历史百分位 是很低的 很低的 咋又谈到七排十的下呢 这不是画饼 我不说了吗 以史为鉴 你自己去判断 行不行啊 咱不画了 你自己去判断 好吧 著名经济学者 卢奇元说 这些年我们的资金 外流了一百万亿 老师说 对我们的股市有什么影响 股市外流啊 资金外流啊 这事还是不要谈了 想起了一句话 有横产者 有横心 对吧 你说赚了钱的富人 总有不安全感 美国的富人也很多 他都不跑呢 他不外流呢 就是不安全感 就是怕没有横产 没有横产就没有横行 有横产就有横行 保护 中国企业有原罪 我看了一篇报道 关于小商品城的 商城公司 小商品城的 当地政府 是吧 就顶着压力 就搞这个 投机到吧 这种事 然后做成了 历史呢 有历史的局限的原因 但是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有些局限的原因 但是呢 咋说呢 少出一点 少出一点 东京航空 克隆电器 类似于这样的案子 就会好很多 杭大不算吧 杭大自己作死嘛 是不是 就是你 你亏 你能亏出一万亿 他应该是亏了 八千多亿是吧 他的债务是两万亿 但是他有土地 土地卖不卖不 可能能还上一万亿 还欠了八千 你能亏八千亿 咋亏的呢 这事也不算 这都属于那种 两个盖 五个瓶子 拿俩盖来回盖 这都不算 我刚才说的 这两个是吧 这个当然是 两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一个是东京航空 一个是克隆电器 两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那天我看了 大明王朝1566 看的也挺吓人 是吧 也挺吓人 所以呢 对比历史 我就是总看历史片 对比历史 就觉得现在很幸福 你们知道吗 这个很幸福 作为七年后的我 快五十岁了 能够幸福了这么多年 在一个 在这个 就很有运气了 我都觉得自己很有运气了 中国历史很少见 很少见 大明王朝1566里面有句话 其实挺吓人的 是吧 国库缺钱了 就什么什么渔民 然后民 然后民 民被收拾的差不多了 就开始余伤 是吧 余伤 这个大明王朝1566 就多半评分 非常高 9.7 9.7分 而且大分的人数很高 这个 就跟那个大坏西游 是吧 大坏西游 周恩池拍这个片的时候 自己投资了 觉得这是好剧本 然后拍出来之后 亏死了 亏得快不散 周恩池 但是 在这个几年之后 火的一塌糊涂 大明王朝1566 当年是在湖南卫视播的 好像是 有两家卫视在播 播到一半博片剧了 没人看 看不懂 太高深了 结果呢 重播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个 就被氛围惊炼 然后你去看那个 大明王朝1566 深度解读 对啊 你就看那个解读 因为你看第一遍的时候 你可能也看不懂 我看第一遍的时候 也没觉得好 因为从历史剧的角度来讲 我是最喜欢雍正王朝的 我这个不是一次 跟大家说过 雍正王朝里面 太经典了 但是它的平和 它超过雍正王朝 但是这个对吧 这个喜欢官场的 在体制内的人 你就多看看 这个大明王朝1566 那太经典了 看完那个解说之后 我就觉得 哇这句要太经典了 特别经典了 好吧 上下挥霍过度 便略知于民 民便在计 便略知于商 这财富自由 当然幸福了 我不是说我幸福 是中国的百姓幸福 你看完历史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 是吧 能你现在 这个家庭 我现在其实 我觉得就能在 就是想吃鸡蛋就吃鸡蛋 想吃肉就吃肉 住的房子 有空调 有取暖的 绝大多数都能 过上这样的生活 在历史上 就不存在了 中国5000年历史 5000年不存在 有什么可以不满足的 这跟我财富自由 没有多大关系 现在不满足 其实不是物质文明的 绝大多数 都是精神文明的 攀比 是吧 本来日子过得挺好 比如说 如果你要对比过去 对比历史 当明王朝1566的时候 说过 改道为丧 那么这个 每年的口粮 一家 一个人 就是一顿 吃一小碗米饭 还是一个家庭 一小碗米饭 就是 粥都喝不饱 到时候粥都喝不饱 都财富自由了 那你就应该幸福 不会 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你们知道是哪吗 他也不敢说是 全部都财富自由了 应该是卢森堡 对吧 应该是卢森堡 可不是美国 可不是美国 我说的人群 人群最富有的国家 美国也没有 全部财富自由 全部都财富自由 谁还去努力 还奋斗 财富自由 一定是28件降 但是不到28 10% 可能10%都到不了 不是阿联球 人均应该不是阿联球 人均GDP最高的 应该是 我记得是北欧 小国 卢森堡好像是 人均GDP 卢森堡22年 12万美金 差不多 12万美金 就相当于 80万 人民币 人均 80万人民币 是吧 人均 那得吃多少鸡蛋 买多少鸡肉 但是呢 就是说 现在这个日子 在中国历史上 确实没有出现过 你去看任何历史剧都可以 而且包括你去研究 中国最有名的 盛世阶段 就GDP第一的历史阶段 中国历史上 GDP第一的时候 非常多 非常多 GDP第一是吧 现在GDP第一是美国 历史上 你就去研究啊 康钱盛世 对吧 康熙乾隆 万利中兴 还有什么来着 李世民的时候 贞观之治 还有什么 文景之治 开源盛世 不错不错 你们去研究啊 所有的这个历史上 最好的时候 都没有现在好 中央都没有现在好 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 有些中国历史上 五千年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这是有依据的 有依据 好吧 行了 不多讲了 4.07分 我的意思是 大家就少抱怨 少抱怨 没啥好抱怨 16.07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明天继续打加油 然后安心过节 持股过节 等待节后 趋势的突破 我们今天的课程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没啥好抱怨 16.07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明天继续打加油 然后安心过节 持股过节